能源涌入,援军到来,什么是巨龙,孔子和老子,聚光灯下的天使长阿兹雷尔 今天在Archangelic日历上的日期是 无线号0L49L799无线号无线号B116666无线号无线号B1TT无线号 日历图例和其他信息可在天使天使日历.com上获得 并且请不要忘记喜欢、评论、分享和订阅 盖亚·盖亚是地球河水的主要来源 它创造了黏土,这是物质的炼金术基础 因此可以被塑造,地球会对您的思想、言语和行动非常敏感 因此请谨慎使用它们,这也是新月的神圣本质和时机 有一种能量涌入我们称为量子访问赠款 这是一种强大的普遍能量 它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潜入我们的生活 并与神的周围相关联 这与以前有特定起源的涌入者不同 这种能量涌入也与以前的涌入有很大不同 因为它在完全爆炸之前会引起压力降低或下降 这种能量是使许多照明工人的生活得到缓解的明确途径 出于多种原因,这是有根据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集体 我们做出了许多个人牺牲才能达到这一发展点 而不是成功,这不是一种选择 这是宇宙在宏观上帮助我们的方式 也是我昨天发表的文章的缩影 伴随着这一点 您会发现我们的恒星家族增加了天空活动 显然,来自恒星种族的直接干扰已经开始 从政治上讲,正是天狼星人、比利牛斯人、阿图里安联盟 迫使所有其他理事机构在地球事物中发挥更直接的作用 有组织的黑暗导致对人类的重大攻击 因为他们找不到成功的时间表 因此放弃了他们的计划 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超越了将军 并且我们正期待着从一开始就迅速结束人类 所奴役的腐败 龙是一个惊人的充满活力的异常 他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运行 并充当具有特定功能的监管系统 他们是有意识的,但不是客观的能量调节器 当我们的大脑观察其运动时 他们会以非常大的形式出现 就像所有事物一样 头脑需要吸收所获得的数据 并将其整理成某种逻辑量 这种能量采取的形式是主观的 但是鉴于电力的本质 人们可以轻松地看到大脑如何将这些数据 汇编成龙的形式 我可以向您描述龙到底是什么的最好方法 是在老子和孔子会面的故事结尾处进行介绍 孔子见老子回来后 他三天没讲话了 他的学生越来越担心 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孔子说 我知道鸟会飞 我知道鱼会游泳 但是我不知道老子怎么会升空像飞翔 在云端的虫高巨龙一样飞翔 老子把孔子的教育撕成碎片 以一种使他崩溃并迫使他重新评估 他的方法的方式启发了他 尽管面对了如此重重的一界耳光 孔子还是很明智的 可以反省自己 这个故事奠定了龙的真相 无论他们处于什么尺寸 他们都将能量向前推进 大天使阿兹雷尔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 他非常聪明 能够找到最不可能的事情的解决方案 许多人将他与毁灭大天使阿兹雷尔 埃斯瑞尔混为伊坛 因为他们看上去很相似 而且显然在语音上有相似之处 他可以轻松地组织数十亿人的灵魂 并在化身过程中协助我们整个人口 显称死亡天使是因为他可以帮助人们离开身体后找到回家的路 但是要明确的是 他并没有像刻板的收割者角色那样发挥作用 他是一个蓝领天使 他非常努力地以极大的爱心和同情心帮助所有众生 咨询是他的专长 即使他并不为人所知 并且当系统提示时 他可能会非常发声 不要犹豫 拜访这位特殊的大天使 他是各个级别的出色盟友 大多数人文科学78亿人至今对自己的玄学工作能力还没有足够的信心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对于大多数life worker来说不是 请随意使用自己的工具和能力进行作业 对于其他人 下面的工具将帮助您弥合信念鸿沟 因为您对所说的存在的信念也会发挥作用 如果您在以后的某个日期赶上下一个 Artangulate Day第二天的官方帖子 则只能使用以下工具 您可以将当前的日常工具用于以前的作业 畅所欲言的使用所说的工具来设想自己 对于所有试图屈服于不值钱的人 这些东西都有自己的意愿 请在心里上计下您希望配备的装备 被动等于无需使用或武装的意图 当您接受它的存在时 它将自动发挥作用 您需要做的就是授予权限 它将代表您运行 活动等于需要使用意图 积极进取等于会在任何东西 有机会伤害您之前就发动攻击 宇宙中任何地方的主动 被动和攻击性 紫罗蓝色火焰团队已经转移 但仍保持在6的平衡中 这意味着我们正在以非常重要的方式进行转移 请紧紧抓住这是第二天 紫罗蓝色火焰队如下 但排名不分先后 大天使Germaine 大天使Anseo 大天使猎虎座 大天使Rego 大天使Blaesos 大天使Sablo 大天使Emmanuel 大天使Bevko 大天使AF 大天使阿多奈 大天使Egla 大天使Gisro 大天使阿德纳吉尔 大天使Onew 大天使Azul 大天使Tetrasil 大天使Noriel 大天使MarkDill 大天使Sirville 大天使Ashma 大天使Abrexos 大天使Avestation 大天使Galizor 和大天使Zedetil 有效的长短距离 大天使迈克尔 Microangel的传奇舰 可以处理任何事物 因为它完全无所不能 无法实现无法穿透的意识水平 它也是抵抗电子和技术的绝佳武器 因为它可以覆盖任何电路 主动远距离被动 主动和激进短距离 大天使伊萨克的辐射场 看起来很像电磁立场 它对任何生命形式的反应 都是充满爱的能量 或者是具有巨大能量的Trans-Bian爆炸 被动和攻击性 长距离或短距离 大天使利奥的宝剑 是一副消极而积极的攻击剑 具有自己的完整意志 根本不要屈服 只会妨碍您的生活 只是做好准备就可以了 活性 大天使纳亚伊尔的魔障 将出于各种原因提供测试 如果没有提出理由 它将测试意图和伤害意愿 主动被动和进取 大天使派西尔的奥马哈之剑非常显眼 因为它代表您非常积极的行动 它还将竭尽全力清除较低的时间表 使所有情况都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被动短距离 大天使加百列的真理盾牌 使正义和正义成为您最大的防御 装备好之后 这就能使真理保护并为我们服务 这个盾牌也有助于丰富我们的生活 被动和主动任意范围 大天使以细节的光芒勋章 使您能够向自己以及所有您希望散发的能量 散发出治愈和保护的能量 被动和积极的短距离和长距离 大天使哈鲁特的辐射爆炸球 对任何想伤害你的人都像是形而上的重子弹 它可以防止任何给您邪恶之眼的人 也极大地伤害您 被动和进取 大天使谢波德的宝珠是神灵的存在 它使您所从事的任何人都能找到宽恕的明确之路 也可以让直接的听众与这个问题的创作者源源不断地扩展 这是神圣协调的真正富有同情心的工具 请注意 接下来的三种工具应结合使用 它们被发送给我们 以帮助我们维持身体 请每天继续使用此工具 我们开始消除周围的能量阻塞 如果您需要使用以下工具的帮助 使用Archangel Ariel的魔杖设想金条 并使用Archangel Nazareth的和Archangel Israfil的剑将其放火 我说黄金是因为盖亚 Gaia控制着黄金和现金 所以你知道这个故事 同样 银河联合会以黄金进行交易 并以这种方法体现也与他们的货币方法和任何基于神灵的货币系统保持一致 活性 大天使Ariel的舒适魔杖可帮助您召唤任何可能的必需品 配备时它是一个很棒的工具 主动、进取和被动的长短距离 大天使Israfil的烈焰之剑可以保护您免受宏观或微观范围内针对您的所有攻击 它还可以加快您希望表现出来的事情实现的时间 主动、进取和被动的长短距离 大天使纳萨拉吉尔的烈焰之剑可以给膝盖带来任何负面能量 它还具有消除您希望表现出来的所有障碍的能力 作业 一、当我们调查发现一个纠缠的时间轴促时 我们被警惕了金门大桥下的情况 这意味着许多不稳定的时间线正在错误地收敛于该区域 尽管数量不胜枚举 但除了其中一个时间表外 所有时间表都以严重残废的金门大桥和许多不必要的人员伤亡为结尾 我们也许可以通过缩短与该灾难性事件相关的较低时间轴来帮助解决此问题 从而尽可能避免对有性生活造成人员伤亡 使用白光在桥上突出显示与此灾难相关的时间线 如果您看到深色的吸烟线将其割断 如果看到有色的 请帮助他们更牢固地固定 进行此练习的人越多 我们为取得积极成果而做出的改变就越好 二 土星已经进行了两天的重新校准治疗 并且效果惊人 剩下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巩固我们的工作 这将通过在极点处的入口处覆盖一层金刚石等离子层 以及吞没地球其余部分的金色火焰来实现 三 我们必须积极坚持 必须将真理立即传给人类 隐藏的东西必须揭露 在黑暗的地方我们将其点亮 现在是推进这一步的时候了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使用一种特定类型的光 它被称为绑定光 因为它是它自己的光源 并且可以像液体一样独立地传播 液体光会自动发光 给人类的每个方面带来这种流动的光 并确保包括社会各阶层和媒体的各个层面 并且请不要忘记喜欢、评论、分享和订阅